嗨 大家好 我是小五 点赞在看养成习惯 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1000块可以买到苹果的手机吗 其实别说1000了几百块钱的苹果8都有 而且还是原装的机器 那么在华强北这里拿二手的机器 性价比如何 又或者会不会有问题 今天我们一起带你们去市场看一看真实的华强北 这是帮一位重庆的粉丝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关注了我们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 然后最近也是一直看我们直播 所以也是打算换一个性能配置续航好一点的机器 手上这台的话是一个苹果的11波罗 马克思黑姐无所64g的 目前呢 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4100左右的预算 内置a13的处理器 搭载3969毫安的一个电池容量 拿来单主力机 用个两三年游戏体验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我们再来拿一台苹果的12polo 这是一个黑姐无所128g的 冲心机的一个橙色 目前呢 市场行情的话也是在一个56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全新机呢 也是有不少的差价 这台机器的话是一个上海的粉丝 叫我们去市场帮忙 好的一个机器 这位老哥呢 之前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个苹果茶 黑姐无所的 用了接近快一年了 然后现在也是想换一个性能配置好一点的机器 然后他也是有双卡需求的 所以我们仔细检查好机器各项功能 没有问题的话 池点 我们还是要帮这位老哥改一下双卡 预算如果在2000左右 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呃 除了苹果查尔以外 我们也是可以选择手上这台苹果11 这是一个黑姐无所64g的95成星 目前呢 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900左右的预算 内置一个a13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续航方面电子容量 它也是有3110毫安 6.1寸的lcd屏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支持超广角镜头不到3000的一个价格 拿来单主力机或者游戏机用个两三年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卡顿运行不顺畅的一个问题 手上这台苹果8呢 也是帮因为广东的粉丝去市场帮忙淘的一个机器 这位老哥呢 也是在看我们直播 然后自己预算呢 刚好是不到1000想入手一个备用机 所以我们也是给老哥推荐了这款机型 这是一个苹果8黑姐无所64g的 目前呢 市场95成心的话是在一个9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前一个星期也是少了一个100左右 作为备用机首选机型呢 苹果8呢 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内置a11的处理器 4.7寸的一个屏幕 支持前置指纹识别 后置也是有1200万的像素 运行游戏也是非常顺畅 不会卡顿 而且散热效果也好 苹果的机器呢 我们也是逃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安卓的机器 手上呢 这是一个华为的机器mate304g版本8加128g的 外观橙色的话 它是一个99成心的 目前呢 市场行情的话 它是在一个2900左右的预算 相比5g版本的128句 这里也是有一个5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毕竟内置的话都是一个麒麟990的处理器 6.62寸的直面屏打游戏也不会出现误触的情况 续航方面电池容量也是有4200毫安 拿来当做主力机用个三年左右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 如果说你的预算在2000左右 然后又比较喜欢曲面屏的话 我们手上这台机器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是一台华为的mate20polo 优低版8加128g的支持指纹面容解锁的一个机器 外观橙色也是一个99成心的 然后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 6.39寸的双曲面ol 异地屏后置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内置麒麟980的处理器 不论是性能配置还是续航各方面 我们也是不用担心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两年左右体验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手上这台三星呢 也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个机器 三星s105g版本8加256g的 为什么最近市场这款机器呢 会很火 不仅是因为它的一个性能配置高 而且价格方面呢 也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 首先 它是支持一个5g网络的 并且是一个256g的一个大内存 目前的市场冲心机橙色99成心的 这种的话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预算 屏幕还是采用6.7寸的三星2k楼性屏 机器也是原装无拆无修 性能非常ok 续航电池容量也有4500毫安 关于配件这块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手上这款手表呢 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手表 华强北版本的gta polo保存节终结款 那这款手表 它有什么亮点呢 首先 它是采用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 屏幕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mline的454x454的高清四网膜 显示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也是带一个吸屏场写 功能上面呢 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mp3音乐独立播放的 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的硅胶表带 黑色的皮带 跟一个黑色的钢带 配件也是非常的多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400左右的预算 然后这款手表呢 是一个华强北版本的 s6 华强北版本的苹果s6 它的功能呢 也是非常值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消息 电话 蓝牙 通知 心电图 睡眠监测 运动 心率 血压 血氧 蓝牙音乐 省电模式 qq通知 微信通知 功能呢 也是非常值钱 然后它也是一个支持磁吸充电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下面这两款耳机呢 是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这款的话是目前市场非常 目前市场推的最火的一个1562m的 二代的 然后可以看到 跟正品一样的外观设计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音质也是非常好 这款的话是在一个100左右的预算 这款呢 是一个1562a的 然后支持降噪改名通透的 基本正品有的功能 它都有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它是带有一个降噪的 打游戏的话 用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好了 今天的话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了 如果说喜欢小五的给小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